Sup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聊熱情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突然想聊這個話題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最近更新比較慢 其實是我覺得 可能我覺得我現在有一點遇到一點瓶頸這樣 其實說實在像以前在拍攝的視頻 在最一開始在經營小龍塑的時候 真的是不管是躺著坐著趴著睡著 在睡覺的時候甚至大腦都一直在不停的運轉 去思考說我下一條更新什麼 然後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創意 好想要再去更新 這樣好想要趕緊更新 好想要趕緊拍視頻 就是這種感覺 可是現在它不太一樣 就是現在對於這個創意的突破會有點難 有時候會不知道說要拍什麼 那相對的我就開始嘗試去尋找說 為什麼會開始這樣 為什麼不像以前這樣 可以很輕鬆的更新 可以很快速的更新 可以很多很多的idea 創意 從想法中爆發出來 然後我就去找 後面呢有得到一個我覺得 相對來說比較正解的一個答案 那我在研究了這麼多的時候 我覺得他非常適合分享給大家 適合誰就是最近剛畢業的大學生們 或是你在工作上你覺得有很多瓶頸 你跟我一樣可能原本對工作非常熱情 但後面覺得有點疲乏無力的人 我覺得這條視頻很適合你們 我相信跟我遇到同樣問題的人 他們可能不太了解說 興趣還有熱情是如何去找到的 他們是從哪裡來的 相信很多人都以為人啊 這輩子都有一個天命 什麼意思 就是你就是對這件事情會特別熱情 會特別的感興趣 你會非常喜歡這件事情 而且會執迷不悟的去執行它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認知 但其實這個認知是錯誤的 就是我覺得人其實沒有那麼命中注定 就是不是說只有那麼一件事 去完美你的人生 我們不需要這麼如此的執迷不悟 去特意尋找那一件事 其實不是的 興趣這個東西很多時候都是 你先去嘗試 或是你先去了解了 然後就好像蠻有趣的 你去嘗試了一下 我覺得興趣的來源是這樣 那當你嘗試了之後 你覺得哇 這個好像很好玩 而且你還蠻喜歡的 那你就不斷的去繼續 可能這個運動 或是這件事情 對 這是興趣的來源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興趣它不只是一個 興趣可以有非常非常多個 好不就是你喜歡畫畫 你喜歡攝影 你喜歡運動 籃球 健身 之類的 雜七雜八的編程 設計 這些都可以是你的興趣 OK 那我們熱情是要從哪裡來 我相信大家很常去聽到一句話就是 甚至我以前也很常跟別人講 而且別人也很常跟我講 哪一句話 就是去追隨你的熱情吧 去放膽去做吧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Just do it 對吧 你很常聽到這句話 但是 如果你下次要安慰人 千千萬萬不要再用這句話 去安慰別人了 因為一點用都沒有 而且你會讓沒有目標的人 或是 還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麼的人 會讓他變得更焦慮 為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要去追隨什麼 每個人都跟我說 我要去追隨熱情 追隨熱情 我就看著熱情到底是什麼 人生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只會讓這個人變得更焦慮 OK 那我們按照科學的方式 來去解釋熱情是什麼 熱情就是大腦分泌的多巴胺 就這麼簡單 舉個例子 如果你今天喜歡上一個人 如果你今天暗戀一個人好了 你會覺得你跟他相處在一起 會非常的快樂 愉悅 你想要跟他相處在一起 當你喜歡上他的時候 你的大腦會對你一直分泌多巴胺 讓你更喜歡他 讓你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是開心愉悅的 那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知道 你喜歡上一個人的方式 能不能同樣的方式 來喜歡上你的工作呢 可以 當你對你的工作 有足夠的認真 與執行了解和學習的時候 大家記得我剛才上面說的 認真 執行了解 學習 這幾個點了之後呢 你在工作上你會變得得心應手 那你自然而然會非常容易的 獲得一個東西叫做成就感 沒有錯 成就感 還有來自領導或是同儕的一些 誇獎或是讚賞之類的 那我相信大家在獲得成就 或是誇獎或認同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的情緒都是非常開心的 那為什麼會開心 因為你的大腦同時在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讓你覺得好快樂 享受當下 的這種感覺 這個狀態就叫做熱情 好 那就會有人問 難道我一定要完成這件事情的目標 我才能獲得多巴胺嗎 可是我工作的時候 我不一定可以完成這個目標 或是領導甚至不喜歡我完成了這件事情 那我就很難獲得多巴胺啊 這個有時候是你把標準 你的目標定的實在是太高了 舉個例子 假如你今天才剛開始學游泳 你的目標就定在你要拿奧運金牌的時候 請問你到底要如何獲得多巴胺 這太難了吧 你得把你的天花板往下定 好 我會說 我今天要學會游50米 我今天要嘗試游50米 我下一次的目標 我要嘗試游100米 我今天要游100米兩趟 你目標要慢慢的定上去 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的時候 你在工作上你會獲得巨大的熱情 因為你很快就很容易完成你的目標 當你完成目標的時候你又開心了 又開心的時候是不是又想完成下一個目標 千千萬萬要學會量力而為 目標一點一點往上定 你相對你在工作 或是你在做任何你感興趣的事情 你都會感覺到快樂 那我相信大家在做自己最喜歡的事的時候 肯定不會覺得累 對吧 就是你甚至一整天都不用休息 你都可以連睡覺都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你很想去玩它 它是一種玩的感覺 因為這件事情可以讓你很開心 所以你很想很想一直不斷的去做 對 這個就是熱情 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大家都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選擇職業 是否一定要從自己的興趣下手 我先給大家答案 我覺得是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第一個只要你足夠的努力 第二個只要你足夠的專精 第三個只要你足夠的了解 其實你在做任何事情都是一種得心應手的情況 那當你越做越順的時候 請問你會討厭這件事嗎 當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覺得輕而易舉 結果還可以賺不少錢 請問它是一件讓人討厭的事嗎 我相信不會 我覺得大家要去很認真思考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你會討厭你的工作 為什麼 是不是你不夠專業 是不是你完全不專精這件事情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觸柱碰壁 你根本不了解這個領域 所以你會開始討厭這個東西 對吧 但假如這件事情對你來說很輕鬆的時候 你是否會不會更喜歡這份工作 那說回來這份工作 必須是你的興趣嗎 我覺得不一定 只是這份工作你願不願意去嘗試 那你嘗試之後 你有沒有去了解它一點 多了解它一點 那當你開始得心應手的時候 是不是你會開始覺得 工作越來越輕鬆 你會開始漸漸的喜歡它 像我的朋友也很時常跟我說 他們很羨慕我說我找到我的興趣 找到我的熱情 找我的熱愛 對 我也是會回來他們知道 對啊很幸運啊之類的 但是我都會回過頭來問他們 就是那你們的興趣 你們平時喜歡做什麼 你們可以去多嘗試啊 他說他的興趣就是 躺在床上 刷刷劇 看看電視 之類的 他們就覺得很幸福了 呃 當下我當然就是無言以對嘛 就是哇靠 那你這樣要怎麼去找到自己的興趣 對吧 你根本不願意去嘗試 你要怎麼樣去找到你的 生活的價值意義 還有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OK 但是這個並不是他們的問題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問題實在是太大了 問題大在哪裡 就是我們人類獲得多巴胺實在是太容易了 什麼意思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 就是過度的使用社交軟體 喝酒吸毒抽煙 之類的 這些都是人類去獲得多巴胺的方式 你在看短視頻的時候 你會覺得愉悅開心 或是你在喝酒的時候 你會覺得開心 毒品開心 之類的 這些都是獲得多巴胺的方式 我覺得現在最最最可怕的 就是社交軟體 什麼意思 好比說網劇 短視頻 綜藝節目 之類的 就類似這些 遊戲 他們都是可以很輕鬆的 讓你獲得多巴胺 但是這些 大家要知道 這些是消耗性的 那這些消耗性的活動 它會吞噬掉你的 時間 精神 體力 甚至金錢 對吧 而你的大腦也是自然而然的 去接受這份快樂 其實我們可以合理的 簡稱它為 上癮 其實說實在 你真的需要跟這份快樂 去做一個對抗 因為它正在消耗你的時間 金錢 體力 得不償失 真的得不償失 那創造性的活動有哪些 好比說畫畫 跳舞 唱歌 鋼琴 或者自己種種植物 對不對 這些都是有實質意義的創造性的 這些事情也能讓你的大腦 不斷的去分泌多巴胺 那當你在分泌多巴胺的時候 是否你的興趣就開始變得更多了 那我回過頭來說 這些你培養的興趣 它一定要成為職業嗎 不一定 但是它會變成你未來的機會 什麼意思 假如今天 假如今天你像我 原本學攝影 它只是我的興趣 結果別人需要了 他帶著錢來找我 那時候他可能需要拍照 OK你沒問題 那我賺到錢 我做我的興趣 對 興趣培養的越多 你外來的機會就越多 你得去嘗試 你得去了解這個世界上 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記得不管怎麼樣 你看完這支視頻 放下你的手機 好好去思考一下 你是否在消耗性的活動上 浪費太多時間了 你是否長時間的被動 涉入奪巴胺 你是否要去主動去尋找自己的奪巴胺呢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我這裡給你們愛好情談 來準備三二一 大家可以結個評 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事情 你可以去找一找 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馬上去做 馬上去嘗試 不要再浪費自己的時間了 真的 找一件自己喜歡的事 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去把你的人生玩起來 好 今天視頻就到這 話不多說 拜拜